大家好,回到現代三國節,繼續講烏克蘭 原本想講軍事的俄軍攻勢 但是要延遲一點,因為想繼續講政治和經濟 因為幾天前,應該是星期六早上的時候 起身上網,看到一批相片是有點跌下跌的 會展示這些相片給你看 如果大家有研究開,有聽開我的節目,或者其他節目 有留意開國際政治,GEOPOLITICS,中東政治 一看見這些相片就覺得,嘩 但如果你沒有的話,那你沒什麼的 兩條馬路坐在那裡吹水 但是,如果你有少少了解中東政治 你都覺得這批相片都蠻震撼的 現在給大家看看第一張相片 就是,大家都認得啦 起碼認得左手邊那個 左手邊那個就是敘利亞政府Assad 右手邊那個就是 Mohammed Bin Al-Makdum 阿聯酋的第二老闆 基本上是兩個敵人現在坐在一起 吹水,聊天,看看將來的路怎麼走 阿聯酋這個國家我之前說過幾次了 現在再補充一點點 就是一點背景資料 這個,Almakdum是排第二的 但是它是杜拜的頭 因為阿聯酋有七個郵國 最大的兩個就是 阿布達比和德拜 那個首都就是阿布達比 但是,金融投資銀行 全部都是在杜拜那裡搞的 所以杜拜也是挺強勁的 也有影響力 也說得是 這個Almakdum就是杜拜的頭 但是在整個UAE,整個阿聯酋的政治體系 政治架構裡面,它是排第二的 阿布達比的頭就是排第一 就是成為阿聯酋的領導人 就是這樣了 OK,現在 阿沙政府... 不,先說一說為什麼有這麼震撼 因為 大家都知道,我過往節目都說過很多次 阿沙政府 他基本上 現在是贏了那個來戰 因為有俄羅斯幫他手 敘利亞那個來戰 由2013、2014年打到幾乎 是打到現在的 現在仍然有一點點地方 他們還在打的 但是也有九成五以上的 自己國家的土地 已經是佔領的了 敘利亞軍和阿沙政府 就是打伊斯蘭國 以及其他一些反政府派的人士 那麼這班人 這班反政府派的人士 和背後那班金主 是什麼? 就是阿聯酋這班人 就是阿聯酋 沙特、美國、土耳其、以色列 這班人是賺錢進去伊斯蘭國 以及敘利亞反政府軍的 但是大家都應該知道 到了1516年的時候 俄羅斯插手過來 就救了阿沙特 俄羅斯當時的攻勢也挺猛的 就炸到伊斯蘭國 也死得七七八八了 現在死剩幾件 幾乎是贏了 俄羅斯和阿沙特政府在敘利亞 那阿聯酋那班 就已經知道 沒得打的了 所以他們幾年前 大概18、19年的時候 就已經說不打了 已經剪掉了錢 不做金主的了 為什麼大家可以... 等等 我大概兩年前做過節目 是關於這件事的 其實是關於兩條喉管 有其他原因的 但是錢作季當然了 有兩條喉管 一條是阿沙特政府和伊朗一起玩的 另外那條是阿聯酋的 阿聯酋想在敘利亞 搞regime change 可以捧一個 親沙特和親阿聯酋的傀侶 政府上台 這樣就可以走阿聯酋和沙特的喉管 不用想了 這個計劃已經廢了 阿沙特和俄羅斯是贏了的 所以現在呢 阿聯酋就和阿沙特政府 Friend了 阿聯酋呢 大概兩三個星期前 我也做過Show說過 他們轉態都轉得幾明顯的 他們向美國說不 跟美國說 我們阿聯酋要繼續和華為合作 華為 5G 數據中心等等 這些東西 對阿聯酋的 Vision 2030 他們的長遠國家計劃是很重要的 因為阿聯酋他們知道 不可以繼續玩天然石油氣 這家東西的 能源經濟不可以持續下去的 他們想搞高科技 就知道華為有實力 又便宜又漂亮可以幫助他們的 所以他們和華為合作 想搞好UAE阿聯酋的經濟 變成一個高科技的地方 變成一個高科技經濟 所以就和華為合作 犧牲買美國F-35戰機 大約過零星期前 他們阿聯酋就買了 中國製的L-15訓練機 這隻L-15訓練機 絕對不是取代F-35 是兩回事 因為L-15那隻是訓練機 也可以做戰機 但是是一些很簡單的任務 所以現在看到阿聯酋和沙特 他們轉態就向東 上一集我記得說過沙特阿拉伯 邀請王毅去採訪 亦都說會考慮用人民幣 結算原油交易 這件事對美國來說是很嚴重的 因為就算你不是所有 中國阿聯酋原油交易 都是人民幣 一小部分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剛剛開波可能只有20-30% 然後下一年就去到一半 再一年後就可能六成幾七成 然後全部100%就用人民幣結算了 既然這樣其他國家 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等 那些都跟著了 都用人民幣結算了 這件事對美金的 as a petrol dollar 即是能源貨幣的位置 是很大的打擊的 所以在中東現在 他們那群人是吃腦的 他們轉軚 這樣轉軚 是說給全世界聽 我們是不信任美國 我們就向東發展 要跟中國合作 另外想說說SWIFT 之前提及過 現在SWIFT關掉了 三成的俄羅斯銀行的戶口 有七成是沒有關掉的 即是七成的俄羅斯銀行 仍然可以用SWIFT的 但是會不會關掉那些七成呢? 不知道 但是你關掉七成 不是,你關掉了三成 已經是很大的影響了 首先說說SWIFT SWIFT大家都應該起碼聽過了 有些人包括我 之前說了方便 就說SWIFT是一個 國際銀行的支付系統 這個說法就不是十分正確 它是支付系統的一部分 它不是支付系統成舊 只是一部分 Specifically 或者技術上 它是Messaging System 等於WhatsApp 或者WeChat 或者微信 你用它來做銀行之間的通訊 是這麼多 但是它通訊是有一個Template 例如如果你發錢去外國 你當然要 例如什麼貨幣啊?多少啊? 等等 這些東西 另外有一些寄錢的Template 和Standard是要規定的 這些在SWIFT那裡全部是標準化的 令到匯錢去外國是很方便的 對方的銀行也會收到SWIFT的Message 去處理這些錢 如果俄羅斯不用SWIFT 之前提過的話 它用自己的系統可以嗎?當然可以 俄羅斯 中國 和歐洲 都有他們自己的SWIFT代替品 匯錢去外國 去另外一些銀行 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是你始終有一個通訊系統 去標準化所有東西的 所以當你越多銀行入俄羅斯 MIR 或者中國SWIFT的系統 當然就越來越普及 越來越做得快 但是現在當然MIR和SWIFT 未去到SWIFT那麼多 SWIFT好像是幾萬間行 俄羅斯和中國系統 現在是說幾百間 去到一千都沒有 但是現在因為SWIFT在玩 應該越來越多行 加入MIR和SWIFT 那對美元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也挺大影響的 原因就是 當你現在這樣武器化SWIFT 那個可信度會跌得挺厲害 就算很多銀行和大公司 當然不會馬上放棄SWIFT 但是他們會在MIR和SWIFT 開多點戶口 起碼有兩個後備 還有西方國家做得很蠢的 當俄羅斯離開SWIFT 用他們自己或者中國的系統 你們西方政府很難去 去追蹤俄羅斯的錢 因為你也不使用那個系統 就像你使用WhatsApp WhatsApp基本上很大機會 被美國C什麼A的情報局看著 所以有什麼敏感資料 你不要用WhatsApp 但是突然間某些原因 或者你突然醒了 我就覺得WhatsApp很危險 我用微信 那些東西都搬到微信 即刻美國那邊 就看不到你的通訊 因為你離開了WhatsApp 用微信 一樣道理 如果SWIFT 如果離開SWIFT 你的錢用俄羅斯自己的系統 或者中國的系統 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俄羅斯的錢 是怎樣走 以及走多少 已經到了另一個系統 SWIFT是一個非常有用的情報工具 對西方政府 美國、英美、歐洲 但是如果你這樣武器化 令到人們不相信SWIFT 用其他平台系統 那就死蠢了 你武器化了它 逼人走 結果都是你損失的 因為別人不用你的平台 不用你的系統 那你就沒辦法監視他們的錢 怎樣走 就是這樣 踢出俄羅斯銀行戶口 這個決定是EU作出的 但是大家都應該知道 EU和美國是基本上 是同一體系來的 所以是否美國下命呢? 可能是 可能不是 但是在 any case 那個分別也不大 是EU做事的 那現在EU就很麻煩了 在這裡爬底了 因為通脹、能源全部都上升 EU那些大的經濟體系 法國、德國、意大利 那些producer price index 基本上生產成本抗升 即是一支箭一支火箭地上升 這件事告訴我們 他們現在整個歐洲經濟 是跌倒的了 崩潰的了 未來這一年 以及未來二、三年 同時間 因為俄羅斯的風險 威脅性出得這麼大 他們要花很多錢賣軍備 你想得到 花那麼多錢賣軍備 經濟又搞不起 生產能力 以及競爭能力 就下降 因為成本這麼高 能源成本 以及能源 supplies的可靠性 基本上是掉頭走的 成本就像一支箭 向天飛 但是可靠性就下跌了 未來幾年歐洲的經濟 一定會在這裏 一定會搞成壁屎 這件事是對中國有利的 因為現在中國的高科技 基本上可以取代很多歐洲貨 甚至乎賣回歐洲 因為歐洲的生產商不行 自己弄這麼貴 不如買中國貨 另外想說說quad 美日印澳的quad 因為美國就說 兜兜免出來說 現在印度是quad 裏面最弱的成員 原因就是 印度雖然有很大的壓力之下 都不肯去批評俄羅斯 印度和俄羅斯 一直都是friend friend了六十多年 過往蘇聯有幫過印度 現在印度就pay back俄羅斯 幫回他們 那個日本仔總理 岸田文雄 最近幾天前去了印度 跟莫迪聊天 順便嘗試說服他 去批評俄羅斯 支持烏克蘭 但莫迪拒絕這麼做 因為現在美國就派一些子 派了日本去印度 派了英國去沙特阿拉伯 自己的美國就派 沙特阿拉伯去見王毅 自己的美國去對付中國 但全部失敗 英國的Boris Johnson 又是空手回英國 沙特阿拉伯也沒有答應他任何事情 印度那邊也沒有答應任何事情 只不過是日本仔說 可能會投資到你的國家 但是沒有令到印度表態任何事情 關於烏克蘭那裡 美國也是失敗的 因為王毅也是強硬地噴到美國的高官一臉屁 俄羅斯和印度那裡 他們現在有消息出 他們會用自己的貨幣 Ruple和Rupee 做交易 避免美元 所以去美元化這件事 不僅是中國和俄羅斯做的 其他發展中世界 其他國家都是在做的 印度和俄羅斯都在做的 加上剛才提到沙特阿拉伯 考慮接受人民幣 成為Petrol Yuan 能源人民幣 會更加令人民幣國際化 去美元化 這件事就會加速了 Anyway 先講到這裏 拜拜 下個show 再講軍事 那裏有很多事情要講 關於僱傭兵 外國所謂戰士 很多資料出來了 大家都可能有看到 But anyway 下個show 再講 拜拜